说到这里 下面人顿时秉息静气 从此确定中三天局势 整理秩序 怎么确定 谁要被清除啊 这可是太重要了 傲天行咳嗽几声 众所周知 这个成亲嘛 当然就是要送贺礼的 顾格主如此身份 一般金银他也看不上来 他家说对不对呀 对 下面很多人一边撇嘴 一边高呼 真他娘的日了 金银居然还看不上 所以呢 大家就勉强的送点天才地宝 意思意思 或者珍惜的 珍奇的金属 那些大家留着也没用是吧 奥家主 道貌黯然的说着最无耻的话 不过 我严正声明 每个势力只需送一件 不准多了 谁要是送多了 我们几大家族 跟你急 无数人狂撇嘴呀 天才地宝 一件也难找啊 居然害怕我们送多了 我们是长得像二百五 还是像二百九啊 我们留着没用 谁说的 你咋知道我们留着没用啊 当然 众所周知 这个顾史家族虽大 却没有多少余粮啊 为了避免一些人骗吃骗喝 所以设定了天才地宝 验收小组 一群人在肚子里大骂 骗吃骗喝 在中三天 有几个这样胆上生了毛的 一代至尊的天兵阁阁主成亲 居然还有敢骗吃骗喝的 你开玩笑也不能这么开啊 验收小组将根据价值 从这些天才地宝中 评除一二三等 和不入流作为诚意 为表诚意 对于送一等礼物的朋友 我们几大家族 将与他们合作 视为盟友 对于二等的 要看其表现 那对于三等的 莫怪我们不客气 不过千万不要 被评选为不入流的 在如此人生 最重要的时刻 送不入流的礼物 简直就是侮辱 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挑衅 我们都是男人啊 将心比心 谁能受得了这等屈辱啊 这乃是同时践踏 我们八大家族和天兵阁 以及暗竹的面子 对于这等人 一律地斩尽杀绝 绝不姑息 敖天兵看向众人 诚心诚意地征求意见 大家说 对不对啊 谁敢说不对啊 大厅中的人 一个个捏着鼻子 满心苦涩的 同时珊瑚海啸 对对 敖天兵 屡须微笑 各位朋友 果然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诸位朋友 我们中三天 可不能容许那样的 害群芝麻存在啊 那对我们的生命 将是一种威胁 严重的威胁 大大的威胁 为了大家生命财产的安全 必须要清除那些不入流的 大家说 对不对啊 敖天兵满脸的严肃 正气里然 只看他说话的姿态表情 真的是一位胸怀天下 疾苦的大英雄 大豪杰 所作所为 全都是为了天下英雄着想 这番话 直接将众人 全部都听得愣了 您就直接说的了 我们不要不好的 只要好的 而且只要顶级的 你拿不来 我就让你好看 不仅要你自己好看 也要让你全家都好看 楚阳在一边 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看着傲天行的眼神 如同看到神仙一般 真正是没有罪无耻 只有更无耻啊 而且能够将罪罪无耻的话 用罪罪悲天悯人 正气凛然的声音和表情 说出来 这种公敌 实在是太智的膜拜了 对 大家一边流泪 一边疯狂的叫好 那下面 请顾阁主 为我们表演一下至尊剑术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 顿时欢声雷动 至尊修为 那是要拿出来看看的 你说是至尊 就是至尊啊 所以这点威慑是必要的 虽然顾都行极端的不乐意 但还是被财迷的众兄弟 推了上去 苍凉一声 黑龙剑出窍 一阵乱想 所有腰间配剑的人 常见统一离窍而出 直接就蹦到了半空 寒光淋漓 这种场面 简直就是万剑开会 顾都行冷冷的拔身而起 凌空挥出一剑 干净利落 只见一道夺目的剑光 形成弯跃形 悠悠飞出 众人的目光 跟着这道明显的剑光看去 只见那弯跃剑光 越来越大 越来越长 到了后来 竟然横跟百丈 飞上了奥家后山的山头 剑光猛的冲上山头 轰隆一声 最上面的山头 突然轰隆的向后滚落下去 一时间地动山摇 所有人都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 这 这就是至尊 这是何等威势啊 一剑隔着数百丈 砍下山头 那要是砍人头 有几个人不由自主地 摸了摸自己脖子 再回头看顾都行的时候 顾都行已经不知去向 奥天行也震惊地 眼珠子猛地往外一凸 险些就叫出声来 但他老奸俱华 当然很快就压下心中的震惊 扭头呵呵一笑 呵呵 到时候 谁的礼品被比了下去 平显为不入流 呵呵呵 顾之尊 或者就会到你家去表演表演 大家都有机会的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售宿燕在欢乐于压抑的气氛中结束 几乎所有人一边喝酒一边琢磨 我该送什么礼物呢 这个问题可是不得了啊 送的不好了 档次低了 那可是会被灭门的 送的好 却会平补青云 但什么样的才算是好的 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就一定是好的呢 这真是个头疼的问题 大家都在考虑 都在沉吟 都在衡量 直接导致这顿丰盛的饭 根本就没吃出任何滋味 酒也不敢喝多了 寿宴结束 80%的人急急忙忙的马上离去 时间可是不多了 一共七天时间 今天已经过去了半天了 紧迫至极啊 楚阳兄弟等人自然也离开了 大家跟着孤独行的队伍 一路飞速向着故事家族前进 当然这队伍就庞大了许多 谢丹琼的妻妾 傲歇云的妻妾 忽颜姑娘等等 尽数都跟着 唯有墨天机的两个小妾 被她好言好语的打发了回去 楚阳有感于这两女的身世 离去时特意的又备了一份厚礼 给两女每人在一块玄阴玉 这样一来阴阳相继 可以让二女修为大幅度提升 又是每人送了一百块紫荆 二女自然知道楚阳的意思 拜别之后离去 只给墨天机留下了一句话 却让郑沉浸在上三天资料中的墨天机 怅然良久 其实我们在你身边 已经是对你最好的报复了 楚阳听到这句话之后 对这两个少女的拦制慧心 真心的表示了佩服 既是责任又是鞭策 的确是对墨天机最好的报复 至于董物类等三位大公子 当楚阳热情地邀请他们一路同行的时候 三个人都如同壁蛇蝎一般 就像屁股上被砍了一刀的快马一般 快马滚滚落荒而去 眼见得爱事的人都已经离去 楚阳鬼鬼祟祟 在行路之中拿出一大坛血泪寒 吸食过的酒来 兄弟七个痛饮了一反 这一堂酒之后 又各自长了三百年修为 并且楚阳利用现在九节剑的功能 再度将兄弟几人的兵器的品质 尽数地又提升一个档次 让孤独行等人都是喜不自生 众人一路上谈谈说说 快马加鞭 向着故事家族赶去 这一路走得格外的快乐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顾妙龄 顾妙龄爽直大方的性格 但一听到自己马上就要做新娘出嫁 居然扭扭捏捏起来 只是出来一两次 被继默和罗克迪叫了声二嫂 就羞得马上又逃回了马车上 中三天从那天早晨就乱了套了 到了下午更加是如火如荼 大家都在拼了老命的找天才地宝 找珍惜材料 整个中三天乱了套了 手上本来就有顶级天才地宝的 现在也装出一副着急的样子四处打听 不装不行啊 肯定会有人来抢的 一片混乱 以前一般人见面都是问吃了没 或者说最近发财了吧 可现在完全就换了口头禅 不管谁和谁 只要江湖人见了面 第一句话肯定就是 你找到了没有啊 有着落了没 有把握吗 我好惨啊 现在毛也没有啊 我才惨呢 打劫了好几家了 什么都没有 金子银子倒是收获了不少了 你有吗 我买你的 双倍价钱 诸如此类 总而言之 中三天干戈隐隐 处处刀光剑影 都是为了给孤儿爷凑结婚礼物 能够一场婚礼震惊整个世界所有大佬的 孤独行 乃是中三天第一位 能以一场婚礼威胁 恶心中三天所有大佬的 孤独行 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能以一场婚礼就让自己原本良好的名声完全变得臭不可闻的 古往今来应该也只有顾独行一个人了 顾氏家族已经是一片欢腾 自从顾独行和顾妙龄要成亲的消息传回来 顾云蓝老家主直接就高兴得合不拢口 也不管什么紧迫不紧迫了 赶紧的蹲促着做心服 张灯结彩 准备一切可以准备的 顾老家主的口号就是 别人成亲有的 我们顾氏家族一样不能缺 别人成亲没有的 我们还是要有 而且要双份 为啥 因为娶媳妇的是我儿子 出嫁的是我女儿 不是双份怎么办呢 顾云蓝老家主很是牛逼 公公和老丈人两大角色被他一个人担在了肩膀上 男方女方的家长被他一个人全部兼任 此等壮举 纵然绝对不能说是矿骨绝金 却也应该是古今罕见了 嫁妆准备好了吗 什么 这点怎么够啊 我女儿出嫁 怎么能这么一点啊 彩礼准备了吗 啊 这哪行啊 我儿子娶媳妇 这点不丢人吗 就连被他催得鸡飞狗跳墙的下人们都在付费 您老人家至于的吗 不就是从左手里拿出来交到右手 然后从右手接过来 到了左手里 不管是嫁妆还是彩礼 都是您自个儿掏腰包啊 然后再自个儿装腰包 你至于这么兴奋吗 真是不能理解了 但是众人的反应归众人的反应 顾老家主却绝对是乐此不疲 一天后 陆陆续续的开始有贺客前来 于是顾氏家族更加热闹 又是几天 准新郎和准新娘终于回到家中 被顾老家主跳着脚大骂了一顿 这是成亲啊 你们以为过家家啊 混账玩意儿 从起义到办事七天 你们要累死老子我呀 还发出那么丢脸的通知 外人还以为我们顾氏家族多穷呢 借成亲来敛财 也亏你们想得出来 老夫都丢死人了 老夫都想把头塞到裤裆里头 还不管去换衣服啊 然后这才开始寒暄 嘴脸一变就开始呵呵的笑着 哎呀呀 各位闲职啊 里面请啊 诸位来得及时 同席同席 哪里哪里 客气客气了 累 我怎么会累啊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啊 呵呵呵 请进请进 第1091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